臺北市是增加了二十例的本土個案 之前呢 屏東和屏東芳寮確診者 有接觸過兩名市民PCR檢測是陰性 已經隔離 臺北市長 柯文哲時表示 PCR陰性還是有感染的可能 面對Delta印度變種病毒 只打一劑疫苗是沒有用的 打兩劑才有相當的保護力 Delta變種病毒入侵 跟屏東芳寮確診者 有接觸的兩名臺北市民 PCR結果呈現陰性 目前隔離中 預計七月四號解隔離 臺北市長柯文哲強調 PCR陰性還是有感染可能 包括發病前 發病後 或未發病的潛伏期 目前唯一防堵辦法 就是打疫苗 臺北疫情慢慢趨緩 柯文哲表示 雖然趨緩 但還是要找熱區把前藏的感染源清掉 現階段除了萬華爆發的北農群聚感染 其他各行政區按照清零計畫 有信心處理完畢 也認為六十歲以上都是打疫苗完畢後 有機會解封 台北市群聚疫情接近而來 柯文哲堅持不公佈疫調 有議員質疑蓋牌 柯文哲解釋 北市確診人數最多 時一週有一千兩百多例 公佈足跡沒有異議 怕會有假象的安全感 降到二十例以下 會發佈確診前三天的足跡 另外前國民黨立委 丁守中自爆 在振興醫院施打AZ疫苗 傳出同批施打的多達上百人 市府追查發現振興醫院 在二月時就替丁守中以醫院董事的 非醫師人員造冊 北市衛生局統計 目前配發給振興醫院的疫苗 共有三千多頻 後續是否還有非一到三類施打者 還需要確認 記者明信陳張維台北報導